游戏开始 起初 大家都放心大胆的用数字牌 过了41后 出牌就要谨慎了 一琪哥手里还有一张最大的数字牌 5 他选择了和小美换牌 为了给敌人示好 小美给一琪哥推荐了一张0 但是一琪哥不听劝 显然另一张牌 好在运气还不错 也是一张功能牌 一琪哥直接使出了负1 数字回到了40 但一轮过后 到了一琪哥 数字又累积到了48 车让了盟友盖哥安全后 一琪哥将数字拉到了49 这是小美才意识到 好在小美手里还有一张保命的功能牌 附石 顺水推舟地送给艺术姐一个人情 你这真的有意义吗 你这有意义 几个回合下来 数字又倒了49 艺术姐手里只剩必死的数字牌了 他选择和盖哥换牌 盖哥把小丑牌给了他信赖的艺术姐 救了艺术姐一命 接下来 牌生的也不多了 三人开始围攻小美 而小美手上也没有保命牌了 因为之前帮过艺术姐一次 本想和艺术姐换牌 但是艺术姐说 我是有救命牌 但是给你我就报了 这下彻底量了小美的心 最初选择和艺术姐换牌 本来小美都以为自己要出局了 没想到幸运女神都看不下去了 小美抽到了艺术姐的跳跃牌 这下轮到艺术姐出牌了 而她也只剩数字牌了 无奈出局 盖哥也剩下了数字牌 好在她还有一次换牌的机会 盖哥选择和艺术姐换 艺术姐手里刚好有个零 可以保盖哥一命 但是艺术姐竟然犹豫了 我保住个心 西术哥场外提醒 只要再报一个人 游戏就结束了 按照游戏顺序 艺术姐只需要救下盖哥 小美必死 但是看艺术姐犹豫的样子 盖哥脑门一热 竟然选择了和小美换牌 给西术哥整无语了 这都是什么猪队友啊 脑竿子不用可以捐出去 小美要是手里有好牌 也不至于和艺术姐换牌 这一轮艺术姐和小美获胜 剩下四人开始第二轮游戏 这一轮有两个王者 西术哥和学霸 这任务提示后 学霸就在小本本上 计算了各种可能 研究出了必胜之法 接下来看学霸如何调打众人 开始游戏都还正常 首先出现失误的就是西术口 翻出了一张掉头牌 乐子无悔 白白浪费了一张功能牌 但是问题不大 还能挽救 很快 数字就累积到了49 学霸自信一笑 他非常擅长记牌和算牌 随着游戏的进行 每个人手里有啥牌 他都一千二楚 而且 他手里还有两张保命的功能牌 这任务我赢了 但是我胜费太棒了 我真准确率是零的 在出牌前 学霸决定先加点戏 咳咳咳咳 再做到各位听好了 游戏可以现在结束 也可以继续下去 你们想我怎么办 西术口眉头一紧 能不能快点 你爱咋地咋地